今天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宣布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 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在山东烟台交付启航 它的成功交付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开发能力 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 对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支撑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深海一号能源站将在三艘大马力托轮的共同牵引下 从黄海海域一路南下 于2月份抵达海南岛东南灵水海域 实施油气生产设施的现场安装 用于开发我国首个1500米深水自营大气田 灵水17-2气田 记者了解到深海一号能源站尺寸巨大 总重量超过5万吨 最大投影面积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总高度达120米 相当于40层楼高 最大排水量达11万吨 相当于三艘中型航母 其船体工程汉凤总长度高达60万米 可以环绕北京六环三泉 使用电缆长度超800公里 可以环绕海南岛一周 深海一号能源站将在灵水海域 进行为期四个多月的油气生产设施 安装和调试工作 预计今年6月具备投产条件 灵水17-2汽田投产后将依托海上天然气管网大动脉 每年为粤港穷等地供应30亿立方米深海天然气 可以满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让整体浓越南岛一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